在台上侃侃而談 甚至一時興起 就與好朋友一起跳著 他們高中畢業的舞蹈 笑容客居 活潑開朗的小琦 兩隻腳卻都穿著 燙傷者專用的壓力衣 因為她曾經是 八仙塵爆的傷者 即使受過傷 還是可以重新振作再出發 所以不會因為受過傷而畏懼 就是不敢去做 不管去做這個 不敢去做那個 對啊 可是 就是還是會在 就是這個過程中 就是更低 就是更加注意吧 因為跟著媽媽到八仙樂園打工 結果卻被城堡波及 造成腰部以下全部被活穩 經過好多次復健 雖然至今依舊要穿著壓力衣 但是樂觀的小琦卻認為 幫助她的人真的很多 因此更要繼續努力生活 即使有八什麼的 我還是可以穿短褲 短裙 穿比基尼什麼的 就是我覺得 不管變成怎樣 就是你的身體還是你的身體 還是可以展現出來 就是我還是覺得 那個每次從自信裡面 就是心理裡面散發出來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 這一次的調查提醒 其實父母或者是家長 或者是周遭重要的親友 甚至是同裁 都可以成為孩子的重要他人 如果能夠提早關心到這個孩子 讓他把受創的事件 有機會去宣洩 然後有人傾聽他 那這個孩子很有可能 他就會走過這個創傷 然後不會發展出來去 自傷或傷害別人的行為 家福基金會針對創傷主題 抽樣調查 發現有33%的兒少 經歷過嚴重的天災 其次則是被照顧者嚴重的處罰 以及目睹暴力 這些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應該及早面對跟治療 才能減少青少年長大後 面對人際 家庭與社會的困擾 看見未來的生命陽光 開播大台北數位新聞曹德華 採訪報導